美非领袖峰会即将闭幕 美国国会议员呼吁把握非洲巨大市场 中国解放军军力持续扩大 强硬作为左右中国对外关系 中国公安击捕外逃贪官 国际引渡条约成为最大障碍 欢迎收看今天8月6号星期三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美非领袖峰会今天就要在华盛顿闭幕了 那么面对中国在非洲的强大影响 美国能不能够激起直追呢 稍后我们就要听听专家怎么说 另外呢中国维权律师高智胜 刑满倒计时 中国到底会不会依法放人 请您锁定今晚的VOA卫视新闻 下面我们请安华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安华 好 谢谢郁文 我们来看新闻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在开罗举行谈判 争取实现长期停火 星期三脆弱的加插地带 72小时停火进入第二天 这是爆发一个月战斗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的停火 冲突造成18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 其中大多数是平民 以色列方面有64名军人和3名平民死亡 在埃及斡旋的谈判开始之前 美国国务卿克里对英国媒体说 双方都需要做出让步 克里说美国支持 给予加插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更多自由 但是他警告说 坚决条件是巴勒斯坦人必须对以色列 承担更大的责任 也就是停止火箭弹的袭击 几个星期以来 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 联合国案理会警告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说 该组织在伊拉克处决少数群体成员 可能要被追究反人类罪 那么这个逊尼派的穆斯林组织 6月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 宣布成立哈里发国 并且杀害或者驱逐 其控制地区的少数群体 联合国案理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说 该组织不仅对伊拉克 而且对叙利亚以及地区和平 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该组织也在叙利亚参加战斗 案理会的声明说 基于种族 宗教或者信仰原因 对平民进行广泛或者有系统的袭击 可能构成反人类罪 必须承担罪责 云南省星期天强烈地震 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急剧上升到593人 数万所房屋在这场6.5级地震当中倒塌 那么救援人员从瓦砾堆中寻找遇难者的尸体 有关官员说 有8万所住房倒塌 致使至少23万人无家可归 另外呢 有至少2400人在地震中受伤 暴雨天气使得搜救工作更加艰难 有关当局无法将急需的救援物资送到偏远山区 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鲁垫县 当地很多住房是泥砖结构很不坚固 在不断发生暴力事件的新疆地区 克拉玛伊市禁止序留大湖区的人乘坐公交车 按照克拉玛伊市的新规定 蒙面纱以及穿吉利八斧服装和星月服的人呢 也被禁止乘坐公交车 官方的克拉玛伊日报星期三报道说 将由检查队员负责新规则的实行 报道还说 如果乘客拒不配合将被送交警方 克拉玛伊日报说 制定新规则是为了在当地的举办运动会期间加强治安 那么这次运动会将在八月二十号结束 星期三 十年来一直在太阳系追踪一颗彗星的空间探测器 飞底具有历史意义的目的地 成为第一个和彗星交汇的空间探测器 欧洲太空署造价17亿的罗赛塔号无人飞船 星期三清晨 进入距离63P储留莫夫格拉西门克彗星100公里的轨道 那么距离地球400多公里 罗赛塔号进入轨道之后 将在未来一年中伴随着67P彗星 并且在这颗彗星飞往太阳的途中进行观测 那么这次使命的高潮将在11月到来 届时罗赛塔号将放出一颗小型的探测器 那么在67P的彗星表面着陆 而这将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好的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 美国之音 VOA卫视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感谢收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式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第一届的美国非洲首脑峰会 目前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 他在会上宣布了 要向非洲投资140亿美元的计划 这次的峰会规模可以说相当的空前 这也凸显了美国在试图追赶上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 VOA卫视记者杨诚在会议现场进行的报道 在40多位非洲首脑参加的美国非洲峰会上 美国强调非洲拥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些经济体 美国应该加强对非洲的投资发展贸易关系 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巴斯在一个研讨会上说 有着10亿人口的非洲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巨大市场 在这个市场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贸易竞争者 正在积极并且成功地进行着经济贸易活动 美国在这次峰会上提出向非洲投资140亿美元 投资项目包括能源、金融、建设和信息技术等领域 虽然美国现在仍然是非洲最大的投资来源 但是中国和欧洲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贸易方面更具优势 中国在五年前就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年度贸易额达2000亿美元 是美国的两倍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执行长埃莫特承认 美国长期以来把非洲市场拱手让给了欧洲和中国 我觉得我们太多的人在我们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把非洲市场让给了欧洲人 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市场实在太好了 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有很长时间我们根本不用到全世界旅行 所以说我们先是把市场让给了欧洲人 后来又让给了中国 一些非洲人士也批评美国企业 对于非洲的认识比不上欧洲和亚洲企业 而且比欧洲和亚洲企业更担心他们在非洲做生意的风险 美国在2000年通过了非洲发展与机会法案 向非洲国家提供贸易优惠 帮助非洲发展经济建立自由市场 但是这项法案将于明年到期 因此引发了非洲国家的广泛关注 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 这项法律已经为美国和非洲创造了几十万个工作机会 他呼吁将法案延长至少15到20年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延长这项法案 而在于什么时候延长 如何改进这项法案 美国与中国最近几年都在争取在非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不过根据美国皮优中心 对非洲七个萨哈拉以南国家的调查 美中两国在这些国家民众的心目中 都没有占据明显的优势或者劣势 多数国家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好感 比如肯尼亚80%的人对美国有好感 74%的人对中国有好感 这次的美国非洲首脑高峰会议 还讨论了地区安全 卫生健康 法治 人权问题 VOA卫视纪热杨晨 华盛顿报道 那么这场为期三天的美非领袖峰会 今天就要闭幕了 峰会虽然说是聚焦美非关系 但是不可否认的 中国是会上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 美国它到底能不能与中国在非洲一较高下呢 那么两国竞争的优势又在哪里 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 威尔逊中心基金阁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 Mr.Robert Daly 戴博先生来我们进行分析 欢迎您戴博先生 谢谢您 是 我们先来看看 现在在西非有非常严重的埃博拉这个疫情在扩散 很多人都说美国为什么还要按照原定计划 在这个时候 邀请大量的来自非洲的领导人来到这里开会 而且今天才是会议的一个重点 包括奥巴马总统 克里国务卿都要在国会跟这些领袖来进行一对一的会面 跟我们谈谈美国主要的考量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奥巴马还有那个克里 他们主要几次是要增加那个美国人的意识 就是美国人一来就是一向那个非洲 他们就会像这些疾病战争贫穷的那些人民都相当多 他们并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市场 可是实际上就是像刚才里面那个报道说的 现在那个世界上那个四个发展的最快的一些国家当中 留个是非洲的一些国家 他们的那个增长率很高 是可以给美国带来很多机会 埃博拉的这些这些疾病 现在在那个西非洲满年的比较快 是让美国人就是想到他有点对非洲有点恐惧感 对 同时的话有必要跟增加跟非洲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联系 包括这些援助包括那个经济方面的 是那他除了希望帮助转变美国民众对非洲的印象之外 我们知道举办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峰会 不可否认国际媒体都在关注 可是实际上中国早在多年前就举办与非洲类似的峰会 14年前所谓的中非合作论坛就在北京召开了 那么中国到底他取得的优势在哪里 除了他取得了先机 其他他还有什么样的优势 为什么他能够在非洲的印象 我觉得那个中国的那个历史性的优势也不少 就是那个冷战的时候 中国一直是做所谓 那个时候我们说第三世界的一个领袖 他早就给了很多那个奖学金 让非洲各国的很多人到中国去学习什么 就是做工程师 做医生什么的 中国是有这么一个传统 他一直是有这些联系的 而且再加上那个中国现在的那个迅速的发展 对于那个自然资源的那个争夺 就是中国的很多公司到那个非洲去 主要是为了能源 矿产资源 这些方面中国是比较早的意识到这些必要 所以在这个方面是战上风的 同时的话我们不要把这个纯粹看成是中国和美国的一个竞争 一个比赛我觉得他们在非洲的所有经济活动可以互补的 您刚提到能源资源的问题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谈谈这一方面 不过在同时就在我们希望美国民众对于这个非洲市场有越来越大关注的时候 很多人也说中国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他们的脚步了 美国现在才开始追追得上吗 美国能够得到的优势在哪里 很多人说美国有高科技啊 美国不只是高科技 美国的什么教育制度 还有美国有很多的那个非洲裔的美国人早就移民过来了 可是他们还是要还是重视于他们原来的那些祖国 他们在美国受的教育可以做企业家 可以做那个非官方组织 各方面的一些领袖 中国是没有这些 因为非洲人并不是要移民到中国去 他们到中国有时候也是觉得他们面临着种族歧视等等 所以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优势 而且中国的所有的这些技术性的这些建设 还有他们的那个制造业那个贸易什么的都 不能说没有问题 可是做得很不错 美国能不能在这个方面干得上 我都不敢说 可是美国是更关心这些 怎么复制非洲人民 非洲的治理问题 非洲的那个人权问题 随着那个非洲的那个发展 非洲人自己会更注意到 他们的生活的那个全面质量 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在百年一个角色 美国是另外一个角色 说不定是互补的 我们不要光是说这个是一种竞争 谁有优势 谁讲上风 说不定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所有的那个投资 都对非洲人有利 是 您刚刚提到双方的互补 美国可以在人权 比如说在推动民主方面 做一个不一样的角色 但在这一方面 这也成为了很多人批评的一个角度 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在非洲可以发展这么的快速 就是中国政府在发展的时候 他并不去管这个国家 他的人权状况 他的这个政府制度如何 他只要把钱投资下去就开始做了 那么当然也招致不少批评 甚至有人批评说中国去非洲 只是去掠夺资源 把非洲当作他的殖民地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 现在最近包括中国驻坦桑尼亚的大使 他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也承认中国在非洲的投资 确实引来不少的批评 我们就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来看看 这位大使呢 他叫做吕友清 他说我们的人是恶习缠身 到了非洲 第一就肯定是习惯性的窝里斗 不团结 那么相当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 如果只有一个人一家公司 那没问题 但如果是几个人几家公司 就会相互来抢生意 那么另外这位吕大使他还提到说 第二个中国商人进军非洲的问题 就是他们缺乏法律的意识 那么明明知道不可以做 偏偏要做 比方说去走私象牙 走私犀牛角 走私钻石这种 明明是当地法律所禁止的事情 您认不认为确实有这个问题存在 这些问题肯定是存在 就是非洲有很多这些 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 很多那些中国的跨国公司 不只是没有人权这些方面的意识 那个保护环境的这些意识也没有 同时的话 我觉得中国政府早就注意到这些问题 他们也正在想尽办法 要稍微调整他们的投资的方式 最起码是中国的那个政府 那个中国的公司 我都不敢说 他们好像是愿意 做一个更好的公民 他们在非洲的话 他们是意识到这些 包括那个中国的外交部部长 最近是在那个苏丹说 我们希望那个双方都会和平 就是会谈判 原来中国说是不要感受内政 可是现在中国发现了 他非得感受这些内政不可 所以作为一个新的一个大国 他在调整他的很多这些方面的政策 虽然是如此 你说的这些新式帝国主义的这些问题 破坏那个非洲的这些环境问题 自然资源 还是可以说是像个帝国主义者似的 剥削人 这些现象也都有 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也在调整 他的一些投资的方式 那么你觉得如果现在美国 大举的要进军非洲市场 有没有可能更加激发 让中国来改善这些问题 是有帮助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最最起码那个非洲人 就是可以比较一下 中方和那个美方的这些方式 当然他们也是需要中国所给他们带来的基础性的一些建设 可是就是因为中方不怕跟这些独裁合作 他们老是跟一些一点都不顾人权的这些独裁们 这些合作有了合同 然后很多这些非洲的某一些国家的人 也是比较腐败的 他们把那些利润都是给自己的家里人用 而没有反配给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一些人民 这样子的话 有一部分的非洲人也会开始敌视中国 但是我也看到那个中国的媒体 中国的政府报告 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事 确实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戴博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非常感谢您 那么观众朋友们 美中逐鹿非洲到底谁胜谁负呢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我们还有专栏的报道 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是voachinese.com 我们看到就在这场美非的商贸论坛会议上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二宣布 美国还有他的伙伴都将要拿出将近330亿美元 这其中也包括了美方所提的140亿美元的计划 主要就是要希望能够推动美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 那么这些资金呢 未来将会被用来发展干净能源 改善基础设施 还有协助非洲的金融机构的运作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非洲经贸论坛上表示 尽管很多非洲民众还面临着贫穷武装冲突 饥饿和疾病的侵扰 美国不应当忽略非洲的崛起 他说非洲拥有着 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些经济体 一个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 日益扩大的制造和零售业 以及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电讯市场之一 奥巴马总统说 作为他认为非洲经贸行动的一部分 他将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帮助美国公司在非洲竞争 他说 今天我们宣布拿出70亿美元来 用于新的融资项目 来推动美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 包括可口可乐 IBM还有通用电器的公司都希望和非洲做生意 并希望各方都能授意 奥巴马总统说 美国公司很多都是在美国政府的贸易协助下 都宣布要在干净能源 航空 银行业和建筑业等启动新的项目 这些项目价值总额为140亿美元 将带动整个非洲的发展 将让更多的美国制造的产品销售到非洲 在非洲发展中最为紧要的一环 应该说是如何能有充分的资源 来满足诸多发展的需求 李维瑞斯是道琼斯化学公司的总裁 他说 让这些国家能够拥有用得起的能源是最基本的 因为费用太高的话 不可能有竞争力 也做不到增加就业 丹格特和其他一些从非洲来的企业总裁 说如今是非洲国家从各种渠道找到能源的时候了 他说 在尼日利亚我们有石油煤炭和天然气 尼日利亚现在有着260万亿立方尺的天然气储量 但是实际用的还不到1万亿立方尺 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一些非洲国家 虽然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其他资源 但是绝大多数民众仍然生活在贫困当中 而且很多基础设施也不到位 加纳的总统马哈玛说 在加纳有80%的人家里都有电 他说 这是因为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已经在那里了 他说 要想让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不变成负面因素 最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机制 这样才能够保障能源被积极的利用 美国方面在星期二还宣布了其他一些投资方案 其中一项是克里国务卿宣布的 价值1000万美元的美国非洲干净能源融资计划 用于协助非洲各国逐步转向干净能源的使用 以上是美国之间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那么就在美非领袖峰会进行的同时 目前世界各国可以说对于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的蔓延 是越来越担心了 就有经济学家说 埃博拉应该不会对造成对商业的一些影响 但是在华盛顿出席美非峰会的一些非洲领导人 则是呼吁发达国家 希望他们尽快的来提供帮助 下面继续是美国经济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美国妇女在利比里亚帮助病人时 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她现在已经被送回美国接受治疗 她是埃博拉在西非爆发以来 第二位被感染的美国救援人员 此外一名最近从非洲回国的男子 目前在纽约市医院接受埃博拉病毒的检测 随着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及其他地方的传播 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卫生官员警告公众 确实存在埃博拉的威胁 美国之音通过skype采访了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一名 叫玛丽安·沙巴的护士 她在向医疗卫生人员和当地社区讲授如何保护自己 我们强调说 一有人有病的话 要及早打电话 这非常重要 这是社区意识的一部分 西非国家的政府利用社交网络 新闻媒体和互联网 向公众通报埃博拉疫情 公司企业提供水罐和消毒杀菌解手剂 政府提醒人们不要握手 人们打电话给有关部门 让他们处理死尸 沙巴说 这些努力正在显现出一些成果 很多病人获得治愈 死亡率比预计的要低 不过商界领袖们说 埃博拉的爆发将对经济产生影响 该地区目前已经有近900人死亡 别忘了埃博拉并不是这个国家的唯一疾病 这里还有瘧疾 利己 祸乱 还有年龄大的人生病 死亡 现在很多医院关门 卫生体系非常紧张 后果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本星期在华盛顿出席峰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 呼吁西方国家帮助 世界银行已经承诺提供2亿美元 帮助控制病毒的传播 我们刚宣布世行组织将集资2亿美元 帮助几内亚 利比利亚和塞拉利昂 控制埃博拉病毒的蔓延 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基本支持 医疗用品 医护人员 并且帮助因埃博拉疫情而面临经济困难的人们 对这个疫情而面临经济困难的人们 埃博拉通过人体体液传播 与感染者一起生活或照顾病患的人 感染风险最大 专家们说病毒不会经由空气传播 美国之音霍克 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明天是8月7号 这也是中国维权律师高智盛 他三年徒刑期满的日子 那么包括高智盛的家人 中国民主人士 还有世界人权团体 都在呼吁中国当局可以依法放人 那么台湾的朝野立委 还有民间团体呢 在今天也特别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刻放人 同时也要求中国当局 停止迫害这些维权的人士 到底高智盛他能不能够 真正的获得自由呢 那么中国维权律师的未来 到底又在哪里呢 稍后回来 我们将通过连线 为您邀请专家来进行分析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VOA卫视新闻 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卫视将继续为您播出 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的主持人宝珊已经来到现场了 欢迎宝珊 你好 宇文 跟我们谈谈今天哪两个话题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第一个话题呢 是关于中国新疆的局势 具体来说就是 中共中央党校民族理论宗教研究室的主任 金威女士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她题目叫 勿让两种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来撕裂新疆 在这篇文章当中 她提出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 就是说两种民族主义 其中第一种是国家民族主义 具体特点就是强调集权 迷信国家暴力 用高压维稳等方式 来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 这是非常新颖的一个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呢 就是本位民族主义 具体来说也就是极端化的民族主义 这两种 她认为这两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导致新疆的局势非常的不稳定 那么我们今天要请专家来分析一下 她的这一理论 有没有道理解决新疆不稳定局面的出路 到底在哪里 是 确实 我相信这篇文章 肯定也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响和反应 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介绍 那么宝珊 今天我们的第二个探讨话题是什么呢 我们要谈一谈 中国现在除了周永康里以外的 另一位名人 那就是郭美美 因为最近中国的官媒 连篇累赌的起底郭美美 而且央视还把郭美美拉上镜头 在那里可以说是游街示众 这么一个所谓的炫富女郎 为什么在中国 引起了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如此的反响 那么郭美美事件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 我们讨论的第二话题 对 那么甚至还有分析人士说 中国是不是借着此举 希望转移大家对周永康事件的 这个注意力 是的 好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确实也引发了一些关注 是的 非常感谢宝胜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请观众朋友们 持续地锁定VoA卫视 收看同时参与 我们第二小时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转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得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出来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主体 我觉得这个说得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刚才我们提到了明天8月7号 就是中国维权律师高智胜 三年徒刑期满的日子 中国当局到底会不会依法放人 另外中国维权律师 他们的未来到底又在哪里呢 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 为您邀请的是人权组织 公民力量的发起人 杨建立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 杨博士您好 郁文好 是 首先跟我们谈谈 您对明天高智胜刑满处欲 重获自由 你觉得乐观吗 为什么 我很不乐观 原因是这个高智胜的案子 如果了解的话 你知道有很多的谜 现在没有解开 而且高智胜是在所有的异议人士 坐牢期间受到酷刑最严重的一个 他实际上判刑 看上去判不重 判了三年 但是缓刑五年 等于说这八年的时间 一直是失去了自由 而且其中呢 有两度失踪 到现在没有人知道 他这两次失踪是到了哪个地方 而且他有几次写信出来公布 他在这个被控制期间遭受的酷刑 这些酷刑都是让很多人 像我们这一也是坐牢的政治犯 都没法想象的 所以他的案子有很多的迷 他的这个案子的影响力也非常大 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 还有国内民众 法轮功的普遍的这个关注 和对他的支持 所以这个在这个维稳高压之下 把这个高智胜律师放出来 政府是很有顾忌的 但是呢 他判了三年 他又必须放 所以这时候呢 我估计肯定会有些变相的 让他失去自由的一些方式 是 有些人提到说 他可能会被当局被失踪了 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 高智胜的哥哥 高智一他也表示 他认为最好的话 高智胜还是应该离开中国 到美国来和他的妻子儿女来团聚 否则未来就像您说的 他还有可能会被抓 您赞同这样的做法吗 当然我们一直努力 希望高智胜能够 刑满释放的时候 马上就能够来到美国 和他的家人团聚 最近几个礼拜 我们一直和美国有关单位 进行这个协作 应该在美方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就看这个中方 中方有他卡在几个地方 第一就是他愿不愿让高智胜 这个出来以后 无论是放在中国 还是放在美国 或者世界的其他地方 让他有发言的权利 有他这个活动的这个自由 给他 他要评估对这个政府 带来的这个威胁 政府的成本是多大 另外呢 就是他还有这个 在判刑的时候 还有一个附加刑 这个附加刑就是 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按照中国的这个规定 就是剥夺政治权利期间 是不能够发护照 他没有履行证的时候 能不能来美国 这都是 这当然是另外一个 这个第一级的技术性问题了 但是这个技术性的问题 可能会被当局利用 作为口实 不让他离开中国 那我估计呢 明天呢 他会从监狱走出来 但是走出来以后 他是不是会有全部的自由呢 我相信肯定不会有全部的自由 他走出来以后 可能会放到家里 但是仍然被监视 或者换一个地方 仍然被监视中 那是不是能够和外界 能够顺利的联系 这个我们都是 这个正在这个拭目以待 而且有很多的担忧 是 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杨博士 我们知道高智晟 他是在周永康 掌管政法体系的时代 被抓的 那么现在周永康下台了 很多人说周永康 当时那种不讲法律 不讲秩序的维稳模式 会不会因此而终结呢 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监狱里面 还有许多位的维权律师 胡志强律师 许志勇律师 唐金陵律师等人 甚至很多人说 在中国是律师的律师 都在找律师 为什么中国当局要锁定 这些维权律师呢 维权律师首先 它涉及的是 中国的这个宪法问题 法律问题 这是这个中国民主化的根本 也是这个是中国政府非法执政 非法行政的这个根本 所以呢这是他的这个 对他的最大的威胁 他认为这是维稳打击的最主要的对象 那么周永康我们知道 是在司法系统当政十年 在他当政期间制造了无数的冤案 打击了无数的这个异议人士 有无数个这个人权侵害案 但是我们也看到 这不是周永康一个人的问题 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现在周永康已经离开这个职务两年了 那么这个这个情况并没有好转 他维稳排斥这个政策的惯性继续下去 所以呢我们不能指望周永康 因为腐败被中国这个政府一抛出来 被这个这个可能会受到司法的审判 那么他以前的执政期间的错误都会改正 因为他的很多错误是个体制的错误 如果改正这些错误的话 那就要改正这个体制 就像六四屠杀一样 六四屠杀的当事人现在都不在了 那有的也都出问题了 但是那个六四的问题不能解决 因为他一旦解决 就启动了一个整个体制改变的这么个程序 如果这个当政者现在不愿意这样做的话 那这些问题不会因着这个事件的责任者的下台 或者被整肃 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决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公民力量组织的发起人 杨建立博士参加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感谢您 美国之音我们也将持续的为您来关注高智盛的最新情况 在明天的BOA卫视新闻里呢 我们也将专访高智盛在美国的家人 我们请您持续的锁定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或者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那么稍后呢在我们媒体观察栏目时间 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的是 中国新华社在今天报道了 哈尔滨一名大学研究生呢 他因为向境外出卖情报被捕 那么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 还要继续和您谈谈另外一对 同样被控窃取情报的加拿大夫妇 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看看一组国际上的新闻 俄罗斯当局敦促联合国立即采取措施 来应对乌克兰的人道危机 但是美国认为俄罗斯有能力来消除这场危机 星期二联合国安理会在俄罗斯的要求下 举行了紧急会议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迪卡洛说俄罗斯只要不再为分离分子 运送战斗人员武器还有资金 就可以完全消除人道危机 迪卡洛指出俄罗斯不但不这样做 反而把乌克兰边界附近的军力增加了一倍 并且还计划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接着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在日本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69周年之际表示 他决心要推动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包括广岛核爆炸幸存者在内 大约有4万5千人 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三早上8点15分 也就是69年前原子弹投下的那一刻 集体默哀一分钟 到1945年底 广岛估计有14万人死于原子弹攻击 在长期则有7万人死亡 美国在广岛核爆炸三天之后 在日本的长期投下了另一枚原子弹 东南亚国家的外长 还有美国中国等国的代表 这个星期将在缅甸首都内比都 参加两次的重要会议 其中包括了参加一个27国区域安全的论坛 美国之音卫视记者赫尔曼 他从曼谷发来报道 特别介绍了对这些会议的预期 其中也包括有关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的争议 缅甸有关会议开会之际 正逢东盟继续准备明年启动经济一体化 此举将减少有关跨境贸易和劳工的限制 该地区的大部分变化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 然而还是存在一些 是东盟国家成员国分裂的争议性政治问题 南中国海争端在东盟今年一系列主要会议上 位居易事日程之首 负得东亚问题的美国高级外交官 丹尼尔·卢塞尔说 中国今年在越南也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 临时部署石油钻井平台 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 作为大国和强国 中国在显示克制方面具有特殊责任 军事实力是要留下大脚印的 因此要求在敏感地区下脚时 非常非常小心 步履要非常轻盈 密切观察东盟问题的曼谷朱拉伦工大学教授 帕尼潭瓦塔纳亚告诫说 现于历史传统 如此重大问题取得进展 将继续非常缓慢 当然这个地区过去充满猜忌 缺乏信任 特别是在军事能力方面 尤其在大国的发展上 殖民时期以及冷战阶段 本地区经历了数十年的动力 5月22日政变以来 泰国因终止民主 而面临来自西方的外交压力 其中包括削减军事援助 进而引发东盟成员国 以及其他国家的担忧 曼谷因此可能进一步 逐渐加强同北京的关系 对此朱拉伦工大学的 瓦塔尼亚公说 泰国的代表需要保证 情况将并非如此 其所采取的方法将更加平衡 即与所有国家接触 例如同缅甸接触和柬埔寨接触 同东盟大部分其他国家一样 泰国需要更加元熟 更加多方位发展 今年前所未有的一个方面是 缅甸首次主持东盟会议 但是缅甸在逐步摆脱 绝对军事统治过程中 需要处理社区暴力和反政府行动 一些东盟国家因此怀疑缅甸 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的领导 然而那个目标可能并不高 1967年成立的东盟 其指导原则是不批评成员国的事物 这种做法的结果无人欢迎 关键问题上的共识模糊 使人质疑东盟与快速变化的世界 到底有多少实质性的关系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国 根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 有匿名中国政府官员透露 中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 已经将苹果、iPad、平板电脑 还有MacBook的笔记本电脑 排除在公共资金采购的目录之外 那么透露消息的官员说 包括iPad等在内的10项苹果产品 并没有进入7月下发的 政府采购商品目录 那么在6月份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 所印发的这些目录里 都还有这些商品的存在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广东的赵庆市政府 最近发布了通知 他们规定在该市范围内 注册使用微信公众号的单位 还有个人用户 都要到当地的警方去登记备案 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备案的内容包括了 微信公众号的基本资料 还有使用者的资料 和联络方式等等 照请的这个规定 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 由地方政府制定出台的 互联网管控政策 这项举措也将加强 对拥有3亿9600万用户的 微信所进行的控制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 教宗方济各 他在星期三每周例行活动里 对中国云南的地震灾民 表达了慰问之意 教宗表示 中国云南省在上个星期天 发生的强烈地震 这场可怕的灾难 造成了许多伤亡 教宗说 他与镇区的人民 紧紧站在一起 那么到目前为止 在云南的这场地震 已经造成了598人丧生 另外呢 教宗方济各在星期三 也为中东地区 能够早日结束暴力冲突 进行了祈祷 稍后回来媒体观察时间 海涛要和您谈谈 被中国当局指控 窃取了军事机密的一对 加拿大夫妇 还有这件事件 到底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 当前两岸应该不断地 透过沟通协商 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其慧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华新闻网的叶国医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 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了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互信 民意在过前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在我们展开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前 我们要先为您报道的 就是这对加拿大夫妇被中国当局逮捕 指控他们窃取了中国的军事机密 这个消息传出以来 那么包括了这对加拿大夫妇 他们的家人 还有加拿大的政府 都非常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VOA卫视新闻 为您所做的最新报道 好 那么现在呢 这篇报道目前还没有进来 我们将在稍后报道完成之后 来为您播出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主持人海涛 谈谈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 同样也是来探讨这样的话题 欢迎海涛 你好 宇文 是 我们知道在这对夫妇 他被逮捕的消息传出之后 包括他们自己的儿子都说 这件事对他来说非常的震惊 就在今天又传出来了 这是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研究生 那么这一名大学研究生呢 也被中国当局逮捕 指控他窃取军事机密 而且出卖给境外单位 那么就跟我们谈一谈 为什么一连串 有这样的事件传出呢 应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案子 这个今天传出来这个 哈尔滨这个姓长的这个研究生 他的案子呢 是中国公民的这种案子 那么这个案子呢 有什么背景 那就是中国自己的事 那么我们今天特别要谈一谈 就是说加拿大的这对夫妇 凯文高夫妇呢 他们在中国丹东这个工作 生活已经很长时间了 开了一个咖啡馆 他们被抓 直接影响到中家之间的关系 而且中家之间的关系呢 由于最近出现了一些 外交上的角力 所以才出现今天这个结果 所以从两个案子来看呢 就是凯文高夫妇的案子呢 要比这个姓长这个研究生的案子 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影响 因此从4号出事 到今天三天以来呢 海外的媒体 包括我们所知道的 AP 法新社 这个美联社 路透社 包括各种报 加拿大的报纸 包括经过的金融时报 美国的华盛顿时报 华盛顿邮报 华尔日报 南华早报等等 都做了大量的报道 是 我们看到了 就针对这个加拿大的这一对 Kevin Garrett 你说高凯文这一对夫妇 那么新华社的报道 非常的简短 短短的只有84个字 对 重点就是说 这个案件还在审理当中 那么包括高凯文的家人 都没有办法 与他们取得联系了 那么到底现在 整个案情的发展是如何 你有没有最新的状况 现在呢 中国外交部就说是 按照新华社的说法 说正在调查 还有中国驻加拿大的 使馆的新闻发言人 叫杨云东 杨云东 最近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 说 大家不要过度解读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正在进行当中 也没有你们大家 想象的那么糟 因为很多加拿大的媒体呢 特别是报这个事情 报了很多的 将来到环球邮报 叫Globe and Mail 这个报纸呢 做了大量的报道 那么这个报纸呢 就采访了这个 中国驻加拿大新闻发言人 那么他就说 谈到这一点 就是杨云东的看法呢 就是不要把这些事 过度解读 以免在这个中加关系上 已经比较紧张的 中加关系上 再雪上加霜 是 这事我们也知道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这对夫妻 我们知道很多的媒体 在报道的时候 我简单介绍了 你刚刚也提到 他们在中国居住了30年 对 30年前 能够到中国 去教授英文的外国人 是并不多 他们当时决定留在那 而且还养育了 他们的家庭在那 对 不过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家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这对夫妇 是从温哥华来的 那个男的叫凯文高 他是54岁 那么他的妻子 Julian是53岁 这么一对夫妇 他们现在有的说 是他们有四个孩子 有的说有三个孩子 那么有一个大儿子 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大儿子 最近老接受 这个西方媒体采访 叫Simeon Simeon呢 他有个中文名字 他叫高山 他中文说的相当流利 因为他在中国长大 那么他现在回到 温哥华住 他有一个弟弟叫Peter 那么就是跟着他父母 在这个丹东 还有一个女士 就是在照片上出现的 可能是他们家 就是领养的 这个像中国面孔的 一位女士叫Hanna Hanna可能是 他们在中国领养的 这么一个孩子 还有报道说 他们家一共有四个孩子 但是无论如何 现在呢 在丹东跟着他们 是小儿子Peter Peter呢 就是他们用小儿子Peter 来作为这个咖啡馆的名字 他们的咖啡馆呢 就在丹东的这个鸭绿江边 鸭绿江边的旁边 就是那个中朝有一大桥 外媒报道说 这个Peter咖啡馆呢 就离的中朝有一大桥 只有米特所谓 只有基民院 就在这个中朝有一大桥下面 从现在看了 各种报道来说呢 就是这个Peter 就是这个凯文高夫妇呢 他们在这个 他们的咖啡馆之外 还有一个地方 还开了一个学习班 用中国话来说 就叫学习班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传教 传一些基督教一些 他由于他这些学习班 经常有从北韩过来 从朝鲜过来的这些 脱北者 他们在里头学习以后呢 就信仰基督教 然后就又回了北韩 我想这个是 北韩政府 就是我所说的朝鲜政府 他们最害怕的 那么海涛 我们也知道 这一家人呢 他们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 也陆续接受了 很多国外媒体的一些专访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在路透社的采访里 这对加拿大夫妇的家人 他们到底是怎么说的 那我们听到了呢 他的儿子是说呢 他最终相信他的父母会获得了清白 那么他也说他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呢 实际上在他父母被捕的24小时前还跟他们有所联系 当时他只知道他的父母是要去吃晚餐 但是在晚餐时呢 甚至还说要发照片回来 结果呢 就跟他失去了联系 到了第二天早上 他就没有办法联系他的父母 然后从新闻媒体上 看到他自己的父母 因为盗窃军事机密 被中国政府给逮捕了 那么海涛在这个时间点 很多人也提到这个时间timing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以来 这个加拿大方面也指控中国的这种网络间接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 对 就在最近 那么现在中国当局反过来逮捕了这对加拿大夫妇 很多人说是中国的以牙还牙 没错 连中国政府的一些学者 中国人民大学石英虹教授 我们经常采访他 那么石英虹大人就 他就接受《金融时报》采访他说呢 加拿大不久前说 中国国家资助的黑客 侵入了加拿大的电脑系统 石英虹教授 我想对这种加拿大夫妇的熟练 是中国政府的一种反击或者反制举动 大家相互指控对方从事间谍合众 给双边的关系蒙上了非常不好的阴影 还有另外 再给我一分钟时间 还有另外一位 王俊生是中国社科院的国际关系研究所 他说西方世界老是指责 我们中国黑客或是从事间谍活动 我们可以想到处理罪对加拿大夫妇 也是中国的一种方法 意思是告诉世界 中国自己也遭受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入侵 好的 我们就要来关注这个案件 到最后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发展 谢谢海涛 那么今天我们媒体观察的全部内容 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基因的中文网上 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评论 网址是VOAChinese 中国解放军是否取代了中国外交部 开始主导中国的对外政策呢 稍后记者许波将为您做深度的报道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转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可以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编的那个袖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主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接下来还是与中国相关的消息 辞职中国军力的迅速扩张 军方在外交决策里的发言权是越来越大了 最近就有一些国际媒体注意到 在一些外交问题上 中国国防部的声音大有超过外交部的趋势 这种趋势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军方喉舌解放军报 最近发表题为 新的历史征程的强军脉动的社论 纪念中日甲午海战爆发120周年 其中实力外交的冲动异于言表 引起国外舆论的强烈反响 社论引述古希腊语言 全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面对兔子山羊等弱小动物 所有兽类一律平等的诉求 狮子大火一生 你们的利爪在哪里 解放军报的社论指出 当前中国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 国家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与军队的强弱 战场的胜败紧密联系在一起 文章由此引出主题 军人在战场上用枪拿不回来的东西 不要指望外交官在谈判桌上用嘴拿回来 中国军方赤裸裸的实力外交观点 引起舆论震惊 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中国防务论坛 发表文章指出 解放军报社论的强硬口吻令人担心 军方在北京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过程中 将占上风并把外交努力边缘化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不久前在论述中国与其东盟邻国关系时指出 中国军方对自己能战必胜的信心大为增强 因为中国正在把经济迅速发展的成果用于扩张军事力量 问题是中国如何使用自己的经济实力 按照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规划 军事现代化排列第四 现在中国军队正在实现军力现代化 根据我们知道以及中国承认的数据 他们每年投入军队的预算 至少为一千亿美元 以军力为后盾的外交路线 导致中国同与其有领土争执的邻国之间的关系 全面紧张 在此背景下 中国不断展示军事实力 军方的动向异常活跃 近日中国军方在渤海 黄海 东海 以及南海北部湾海域同时举行多兵种协调军演 继不久前派军舰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之后 中国军方日前宣布将于十月份 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举行军事演练 观察人士认为 北京企图与军力展示 让邻国在领土争议中让步 让全力推进亚太军力再平衡战略的美国有所忌惮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军事与政治研究室主任 理查德怀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倡导实力外交 无疑比他的前任更为强硬 他更为自信 他的一些言辞更具有对抗性 比如他访问韩国时警告日本 呼吁人们不忘记历史教训 他在莫斯科大学演讲时也发表了一些批评西方的观点 而他的前任都没有表现出如此强硬的立场 解放军报的社论明确指出 习近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 鲜明提出了强军目标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 社论说习近平强调最多的就是要求军队能打仗打胜仗 国际社会担心随着中国军力不断膨胀 北京在处理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邻国的领土领海 争议中会让军方发挥更大的作用 让外交努力边缘化 国际危机组织最近在一份有关中国处理南中国海争议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外交部 但是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专家怀兹博士认为 在北京现行体制下 无需担心军方势力做大 导致文官政府边缘化的局面 他说习近平作风强势 对军队的控制比其前任胡锦涛更加牢固 因此军方如果强硬 那一定是北京政府的既定政策 我认为中国军方独断专行的能力在减弱 军方的言辞强硬听起来更为好战 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或文职官员支持他们这样做 另一方面 尽管中国不断展示最新的军事科技研究成果 军方言辞也日趋强硬 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军力已经强大到不战而屈人的程度 取得实力外交的成果呢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 在他出版的新著《中国走向全球》一书中说 中国军力说到底还只是地区大国的水平 远没有达到能通美国一决雄辞的地步 中国军力还根本谈不上全球大国的水平 除了在亚洲之外 他没有任何兵力投放的能力 甚至在亚洲也是如此 他的海军在发展 也拥有了空中加油的技术 但兵力投放至少需要海外基地等渠道 而中国缺乏这种能力 沈大伟提醒美国和中国的决策人士 正确认识中国军力发展的现状 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外交问题上 做出正确的判断 美国之音许波 华盛顿报道 好 那么节目最后又到了 我们的OMG美语的单元了 今天白杰要教大家 怎么用美语来跟上时代的潮流 我们一起去看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怎么用美语说上时代潮流 Get with it Get with it 了解 根上潮流 Hey have you ever heard this song? It's my favorite Hey 你听过这首歌吗? 我最近最喜欢这首歌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No Who sings it? 没有 谁唱的? You don't know who sings this song? You need to get with it 你不知道谁唱的 你得跟上潮流啦 Catch up Catch up Catch up Gan上潮流 Sorry I've been so busy lately Sometimes it's hard for me to catch up with the newest music and stuff Oh 不好意思 这次我最近太忙了 我有时候真的很难赶上最新音乐之类的潮流 Hip to something 走在史上全年 Well you've got to know this song It's by the Chopsticks Brothers and it's called 小苹果 It's so good 你一定要知道这首歌 这是筷子兄弟的小苹果 非常好听 I am just not hip to the new music You got to help me get with it OK Oh 我总是跟不上音乐的潮流 你得帮帮我行坐 好 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hip to new music? What is your favorite song right now? OK 拜拜 好 谢谢白杰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VOA卫视的第一小时节目 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 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 地址是VOA新闻at gmail.com 我是郑玉文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稍后有宝生还有林森所主持的时事大家谈 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到德国柏林 去看看这场国际吃辣比赛 看看谁是最能够吃辣的人 祝您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